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我这节课之前 大家已经预习了最新课程 这是个好习惯 有学生问我 什么时候学习是最好的时间 我的回答是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如果真想学好阿拉伯语 就要下苦功夫 天天要学习 每天至少学习不少于六到八个小时 也许有同学说 我一学习就头疼 我建议你把头疼治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那肯定是你干了别的事了 比如早上打篮球 下午玩扑课 晚上和朋友逛夜市吃烤串 这个时候你学习肯定头疼还犯困 要想学好阿拉伯语 就要把自己的爱好先放一放 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 另外 上我小杨的课 不要总记笔记 把脑子带上 耳朵听着 嘴不要闲着 我的每一句阿语或汉语 你都要把它口头翻译出来 因为视频时长的缘故 我不可能在视频里留时间 你们就暂停后 开始口头翻译 跟不上的话 就把视频停下 翻译完了再几句 这是一个听说为主的高级课程 实在跟不上的同学 非要看字幕的来学习 我这里只能告诉你 我救不了你了 我撒手不管了 如果有同学 想与我练习口语 可以加我的微信 下面会显示 好 现在我们开始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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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